文章来源每日人物 这个十一假期在热门的景区之外 更多的小县城成为人们出游的首选目的地 在选择住宿时 很多人发现全季亚朵这样的中高端连锁酒店 也开始出现在县城里 渐渐取代了曾经儒家七天的位置 而进入县城场域的中高端连锁酒店们 除了需要维持原有的格调和服务 更重要的是 找到自己进入县城生态最合适的连接点 高端连锁酒店下探县城 为了在十一假期短暂的逃离北京 27岁的内容行业 从业者里渐选择了福建宁德的县城峡谱 一个有着特色滩图景观的海边小城 选择住宿的时候 里渐意外的发现 这个小小的县城里 居然聚集着两家亚朵酒店和一家全季酒店 全季和其中一家亚朵 开在城区的中心位置 另一家亚朵则开在海边 增加了海景房的选项 以往去县城旅游 里渐选择最多的是民宿 空间大又便宜 还更有当地特色 但最近 网上关于民宿老板高价售卖偷拍视频的新闻 被炒得沸沸扬扬 出于安全考虑 里渐决定 还是相信品牌连锁 查看价格时 里渐看到从10月1日到10月5日 几家酒店的价格都已经提高到600元以上 最高价出现在3日与4日 全季酒店的高级大床房售价820元 亚朵酒店的雅治大床房售价920元 而在11假期之后 三家酒店基础房型的日均价 降回到200元到400元不等 李渐对酒店的溢价程度有些吃惊 他同样查看了10月3日 北京三里屯亚朵酒店的房价 雅治大床房显示 以650元的价格定完 而高级大床房房型售价779元 比霞浦的亚朵酒店还要便宜100多元 撰稿人孙林立在今年中秋假期 来到霞浦游玩 他住进了海边的亚朵酒店 当时一碗的价格在400元左右 作为经常出差的职场人 孙林立住过许多酒店 他更喜欢亚朵的人文气息 比如酒店中设置的图书角 会及时更新树木 住进霞浦的亚朵后 孙林立发现 这里的酒店 比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设施 是有降配的 比如在一线城市的亚朵酒店 冰箱里是亚朵自产的矿泉水 而在霞浦变成了其他品牌 酒子是霞浦本地人 在这座县城经营了一家旅游公司 在酒子的观察中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中高端酒店 出现在霞浦县城 他记得最早县城的知名酒店 只有地景一家 随后开设了海悦大酒店 2019年就地景酒店 加盟了国际酒店集团 洲际酒店旗下的假日酒店品牌 升级成了地景假日酒店 2021年 霞浦全技酒店开业 2023年 两家亚朵酒店接连开业 与之行程映照的是 这几年也是霞浦 渐渐成为网红旅游地的时间 随手拍就能出片的摊图 与经典游戏塞尔达传说 旷野之息中相似的小岛 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去打卡 这个常住人口 只有不到50万人的小城 在2023年 接待了1021.2万人次的游客 现在霞浦还有一些 星级酒店正在建 就此说 外来游客对高品质 住宿的需求增加 在这里开中高档酒店 是有市场基础的 即便假期的溢价严重 可比起霞浦本地 更高级的五星酒店 选择中高端连锁品牌酒店 还是显得更有性价比 根据在线旅游服务平台 同样位于老城区的地景假日酒店 开业时间更早 10月3日的高级双床房 售价为1198元 比亚朵 全季的价格高出100元到300元 和霞浦一样 越来越的县城 开始迎来自己的第一家 像全季亚朵这样的中高端连锁酒店 今年夏天 一位来自山东乳山的摄影师发现 自己所在的县城 开了一家全季酒店 他从酒店门口拍摄的夜景 整栋大楼用霓虹灯条装饰 自下而上闪着动态的灯光 并配闻 晚上的全季酒店真的很漂亮 灯光美轮美奂 仿佛置身大城市 谁能想到 这是18线小县城乳山所能拥有的酒店 距离长白山景区最近的小镇 二岛白河 一家别墅外观的亚朵酒店 正在准备开业 他离长白山北坡集散中心 只需要6分钟步行路程 根据在线旅游服务平台 这是长白山地区 为数不多的中高端连锁品牌酒店 十分有竞争力 传统酒店业态中 依据不同酒店提供的服务水准 将酒店划分出一星到五星的等级 中档酒店与中高档酒店 处在三星到四星 四星到五星之间的位置 最早出现在县城的连锁酒店 多是经济型 比如七天酒店 宿巴酒店等 随着县城经济的发展 经济型酒店的数量逐年降低 取而代之的是服务更具优势的中高端连锁酒店 全季是华筑集团于2010年孵化的中档酒店品牌 起初还被外界称为升级版的汉庭 亚朵酒店诞生于2013年 以精神文化为特色 一直走的是相对高端的路线 华筑集团 CEO金辉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及 三四县城市及乡村地区 将成为住宿业存量竞争的新南海 尤其是在县域经济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县县有华筑是我们的目标 希望未来五到八年 华筑能布局到所有县城 开到流量更多的地方去 旅游的热度从一二线城市 开始转向小地方的趋势 在今年变得愈发明显 去哪儿网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7月至8月 四五线城市及下辖线酒店预定量 较暑期前环比增长113% 涨幅高于一线城市 在社交舆论场 躺平与发疯成为一部分年轻人 自我疏解的方式 而接连走红的小地方也暗示着年轻人们的旅游取向 人几人的经典旅游地标 吸引力降低 具有性价比的小众冷门地点 更有探索欲 对小地方的青睐 也为众多三四线城市 与县域地区带来流量 今年2月 甘肃天水走红网络 新鲜的蔬菜 劲道的粉条 再搭配上新红的辣椒面 一碗麻辣烫带火了这个曾经的五线小城 许多游客前往打卡 根据报道 三月份天水市累计接待游客464万人 收入27亿元 因为一种特定食物而走红的地区 天水不是第一个 2023年 山东资博同样因为性价比超高的烧烤受到关注 一时间进资港口成为许多游客的旅游风向标 旅游目的地的下沉 加速着中高端连锁酒店进入县城的速度 除了本土酒店品牌 同样布局下沉市场的 还有万豪 希尔顿 周济等老牌国际高端酒店集团 今年年初 万豪公布了2024年 中国筹建酒店名单 30%的新开业酒店 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 其中 湖州南巡 宣城京县等三四县城市 也在扩张版图中 社交平台上 也出现了许多 想要在当地县城 加盟中高档酒店的求助帖 今年下半年 连锁酒店品牌创始人江浩平 在社交平台看到了一则帖子 对方说 想在县城加盟一家连锁酒店 不知道是选择拳技 还是选择亚夺 江浩平给对方留言 建议分析当地县城 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支撑 连锁品牌酒店的提量 酒店是一个重资产投资行业 江浩平说 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投入进去 所以要跟着大的周期去考虑 比如说 分析这个县城的人口结构 旅游资源 客户需求等等 不论是连锁酒店的扩张 还是自己经营单体酒店 县城自身的旅游资源 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尤其是全季与亚夺这类中高端酒店 如果没有稳定的外地客源 是很难承载酒店的欲为成本的 比如 众多中高档酒店 纷纷入住侠谱 和这座县城丰富的旅游资源分不开 在四双猎岛走红网络之前 瑕浦早就以独特的贪图景观文明中外 旅游业是这座县城的重要产业 在2023年 瑕浦的旅游收入预计超过100亿元 江浩平自己经营的连锁酒店 在选址时 也会特别关注城市特点 我们去年在广西玉林开了一家门店 玉林不算是经济特别发达的城市 但是有独特有趣的文化 比如 这里是全国牛仔库生产基地 我们就以牛仔库为主题 做了酒店客房 你能看到的沙发 灯饰 抱枕 都是用牛仔布料做的 除了本地的旅游资源 越来越发达的交通 也为中高端酒店进入县城铺好道路 今年5月下旬 北京白领赵同和朋友们 约定在重庆的老家见面 原本 赵同不知道要将朋友们安置在哪里 虽然从属于重庆 但家乡的区限 距离重庆市区 还有一定距离 县城里的宾馆 也都比较老旧 在检索住所时 赵同惊喜地发现 老家竟然开了一家全季酒店 出于工作原因 赵同经常出差 全季酒店是他的固定选择 足够标准化的空间与服务水准 令人安心 于是 他和朋友们在全季 预定了一间套房 2023年 从重庆市区 到老家区县的地铁终于修好 以前如果居市区 需要在车站坐大巴 现在直接乘地铁就能抵达 赵同认为 或许这是全季入住家乡县城的主要原因 便捷的交通 能够分担一部分 从重庆市区外溢的游客 在县城经营连锁酒店 接地气变得愈发重要 赵同和朋友们抵达酒店时 前台告诉他们 套房有带麻将桌 和不带麻将桌两种房型 问他们选择哪一种 搓麻可以说是 穿越人民的灵魂运动 他和朋友们一听 当即选择了带有麻将桌的房型 到了房间后 四个人血站到凌晨四点钟 作为全季酒店的常客 赵同子贤从未在其他地方 听到过带麻将桌的选择 县城里的连锁酒店 考验的更多 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营能力 江浩平说 比如和当地单位 与当地居民 即便是在富有旅游资源的 现役地区 也会分旺季与淡季 如果说旺季时 不愁来自一线城市的旅客 那么在淡季 就需要酒店各自大显身手 寻找经营稳定的客户人脉 发现霞浦的连锁酒店 溢价严重后 李源开始在社交平台 搜索能优惠订房的方式 他加上了一个亚多酒店的销售 问10月3日这晚的房型价格 对方回复的价格 要比从线上订便宜100元 虽然还是比往日的价格高 他考虑 毕竟是黄金周假期 还是付了一半定金 定下了这个房间 这位酒店销售为人热情 李源提到自己 比较喜欢吃海带 对方立刻介绍 霞浦是海带之乡 可以从当地商业街买特产 直接击送回去 还告诉他 来到霞浦 可以去看连绵的码头 这些都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很有特点 酒店销售 是一个略显复杂的职业 从各大酒店的招聘需求来看 岗位大多既要负责招待客户 也要负责拓展与维系客户资源 江浩平说 以往全国各地的商务需求旺盛 接待固定集团 公司的商旅人员 是酒店销售的重要工作 但最近两年 很多活动和会议 都改在了线上进行 需要开会和出差的频率减少 自然也影响了酒店订单 来到县城之后 随着中高端酒店下探县城 一些在县城原有的 售价百元以下的宾馆的生意 变得困难 去年10月 一位叫做满满的网友 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自己经营小旅店的帖子 从盘下酒店到改装 都留下了记录 他的旅店名字叫做金网宾楼 应客人要求 把玉金面金都换成了一次性的 也在后期安装了吹风机 但酒店的入住率还是低 评论区有网友认为 这种略显陈旧的宾馆 无法吸引年轻客群 集思广义了许多改造建议 比如全无装修 整体视觉设计等等 如此一来 需要改造的费用就多了 一位网友给他评论 自己在成都住的 一碗290元的酒店 富途 袁木峰的设计十分整洁 满满回复称 我这里81碗 连人家零头都没的 更低的投入成本 意味着县城单体宾馆 无法像连锁酒店那样标准化 类似于亚朵 全季这类中高档酒店 开到县城后 更是视觉与体验上的降维打击 一些来自一线城市的单次游客 对比我们这种单体酒店 可能更愿意去选择全季 马宁说 他在张家口崇礼 经营着自己的单体酒店 名字并不时尚 叫做红翔宾馆 崇礼原本是张家口室内的一个县城 后来撤县社区 为了承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崇礼专门建设了一块新城区 马宁的酒店就开在这里 在县城开酒店 是马宁思考了两三年的决定 他是户外运动爱好者 平时喜欢和朋友一起徒步登山 而崇礼除了广为人知的滑雪资源 山区地貌 也是许多越野爱好者的热门选择 对于户外运动爱好者而言 住宿的性价比是更加重要的 比如说 在北方长达五个月的雪季里 许多学友的需求是在滑雪场附近 找到一个可以长租的住所 方便他们随时过来雪场 马宁正式观察到这个需求 才决定不加盟连锁 而是选择自己开店 连锁酒店会根据旺季淡季进行调价 有时溢价会变得夸张 一家开业于2022年的全季酒店 与马宁的宾馆隔了一条街 这个位置距离当地人气滑雪场 富龙滑雪场很近 交通也便利 对比全季酒店的全屋智能和设计优雅 马宁觉得自己的优势在于 价格不会有太大变化 能够自己决定 可以让追求性价比的顾客有所选择 而以体验滑雪为主的单次旅游客人 马宁认为自己 这类单体酒店 可能不会是他们的首选 比如在淡季 全季的房型卖200多元 我的卖100多元 对于单次旅客而言 这个价格拉不开差距的 他说 所以在一年多的经营里 马宁摸索出了单体酒店的一套打法 和固定客群保持联系 几乎所有入住宾馆的客人 马宁都会与他们交流 得知他们来到崇里 想去哪里 什么地方可以避坑 什么地方更值得一去 他认为 中高端连锁酒店的经营模式 很难和他一样提供近乎定制的服务 事实上 县城中不同级别的酒店 服务着不同面貌的客员 2024年6月 豪华酒店崇里州级酒店开业 马宁听罢没有过多危机感 因为这和他自己的酒店 更不是竞争的关系了 越来越多高档酒店 开到崇里挺好的 马宁说 这代表县城的发展 越来越好了 根据公开数据 目前中国有2844个县级行政区 中高端酒店 还有足够的空间探索 县域地区的经营模式 这是一场住宿标准化的教育 同时伴随着挑战 江浩平认为 对连锁酒店而言 更重要的是对地点的选择 而不是盲目下沉 在回到家乡的那几天 赵同发现 县城饭店里探店博主的身影 多了起来 他们一般出没在 尚未被外地人所知的特色餐馆 支起自拍杆 用手机或相机记录 分享家乡的美食 而全季酒店的开业 是一个标志性符号 代表着它的家乡县城 似乎已经准备好 迎接某一天到来的流量洗礼了 感谢观看